随着张世成的败亡 大疆以南已经没有强敌 北方则是近乎崩溃的元王朝 对朱元璋来说 荣登九五之位的时机来临了 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的7月 李善长就曾率领群臣上表劝说过朱元璋及皇帝位 而那时朱元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以一统之势未成而给予拒绝 其实此时已经无人能够动摇朱元璋的地位 统一天下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平江战役刚一结束 朱元璋即任命中书平张汤和为征南将军 讨伤方国珍 认命中书平张胡亭瑞为征南将军进攻陈有定 十一月方国珍投降 第二年公元1368年征月陈有定被俘 二月命廖永中为征南将军征伐广东的何珍 三月何珍投降 与南将同步进行的是主力之师 北伐中原推翻元王朝 经过红金起义军的沉重大击 元王朝以元气大丧 在勉强扑灭了刘福通起义军后 握有兵权的新军阀内部互相倾压 极大的削弱了本来已很有限的实力 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 公元1367年八月 元朝方面再次集结各部兵马 试图组结朱元璋的北上 十月 周元璋召开军事会议 讨论北伐作战计划 五六国公常玉春说道 眼下南方已定 以我百战雄师指导元都 必可获胜 独城即可 始如破竹 成胜长驹 可以见灵而下 元璋正想借此统一大家的思想 因而详细解说道 元朝建度百年 成熟必然牢固 如果依照你们的主意 宣誓深入 而不能很快攻破 囤兵于奸城之下 梁响不济 敌人援兵四级 我进不得战 退伍所拒 岂不失利呀 我的意思是 先去山东 撤起屏蔽 回石河南断起羽翼 把同官而守之 拒起门户 天下行事 入我掌握之中 然后进兵元都 他将事故元绝 不战而克 此时乘胜而息 大通 太原 以及官隆之地 可席卷而下 各位 你们一下如何呀 这个作战计划 是先扫清外底 晚步推进 最后指导元都 与平定张世成的谋划 如出一辙 充分体现了 朱元璋持重的特点 得到朱将一致认同 10月21日 征鲁大将军徐达 副将军常玉春 统帅25万大军 将由淮河入黄河 北去中原 林行 元璋告遇朱将寿 征伐的目的在于奉天命 平祸乱 安百姓 命将出师 必在用其长 比其短 现今 朱将都能勇敢善斗 但是能持重 由纪律 战胜攻取 得为将之体的 莫如大将军徐达 当百万之众 勇敢先登 催风陷阵所向披靡 莫如副将军 常玉春 如敌势很强 则 常玉春 与参将冯盛 分为左右翼 各领精锐负敌 右诚薛显 参政 傅友德 皆拥贯诸郡 可各领一军 独当一面 唐氏 孤城小敌 先欠一个有胆略的将领 即 总治之权 并可成功 徐达 你 则专注中军策立诸师 运辞行决胜 不可轻动 谷语说的好 将在军中 军不干预者胜 你可擅自体会 又对徐达说 我把北伐重任交给你 部队出发以后 一定要不武言者 上下同心 审进退 通缉变 战必胜 攻必克 我须彼时 则避开他 我时彼须 则攻击他 作为一个同龄三军的大将 一定要立位任势 威力则将士用命 使众则敌不敢犯 以往 我与诸豪杰相持去 看他们 所以失败 往往由于微弱而视清 许达 你可要深思啊 周元璋 又对傅 有德说 有德 当初刘邦 向于楚汉 相争 彭越 曾在山东 立的大功 今天出师 也从山东开始 你努力 诸葛勉励 显示出 元璋对这一仗 顺之又顺 也是各将领 感动鼓舞 大军出师之前 朱元璋的叮嘱 真可谓 与众心肠 自从独立带兵之日起 朱元璋就很重视 严明军纪 并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来看待这一问题 因为只有 不掳掠 不烧杀的队伍 方能争取人心 这一政策 曾使得朱元璋 赢得了江南地主阶层的支持 从而让他有足够的势力 扫平南方诸禄起军 现在 再次强调这一原则 也是希望能达到原先的效应 再次体现一个王者之师的形象 他把北伐重镇交给徐达 是由于他身知徐达能持重 他对长玉春富有德大将的特点 了然于胸 实用也很得当 表现出朱元璋知人善任 驾驭将帅的卓越才能 而以后的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与路线 也基本上按朱元璋的指示进行的 12月23日 朱元璋发布 奉天桃园习文 这篇习文明显的特点是 强调外遗敌 而内诸夏的思想 把北伐中原说成是 汉族集团反对移敌统治的斗争 这一宣言 今天看起来虽然有些荒谬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却有很大的号召力 广大汉族人民身受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 自然反对元朝的腐朽统治 而汉族地主阶层 不满蒙古贵族的民族歧视政策 许多人在政治上已经与他们分道扬镳 因而很容易响应 周元璋的北伐 习文中 驱逐葫芦恢复中华 竟为五百多年后孙中山先生所借鉴 成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驱逐葫芦恢复 北伐大军先进入山东 当时元朝在山东设有一都东产济南济宁等路 由山东东西道宣服使谱言不花作战指挥 屏障经济重地 北伐军要彻其屏障攻去山东 到年底整个山东的重要枢纽已被徐达所控制 随着南征和北伐的形势进展顺利 于是李善长率文武群臣再上劝调 期望周元璋正大军之宝位 对周元璋来说 现在称帝的时机是成熟了 但在大家面前仍然要故作一番自迁 不能表现出急于想当皇帝的意向 于是便说 自己功德浅薄 尚不足以担当造福天下的皇帝重任 李善长率领群僚跪地叩头 元璋仍不应称 李善长揣摩到周元璋的意思 于是第二天 李善长仍率百官第三次劝进 他说 主上谦让着品德 已经传遍四方 感动了神明 愿主上为天下百姓的利益着想 答应群臣的请求 周元璋这才说 诸位于情不已 我只好免从于情 但此事不可草率 烦请诸位斟酌以礼而行啊 冬季的日子 由刘姬则地 选择次年正月初四日 这一天风和日朗 瑞雪后的天空向了格外清新 从新盖的宫殿到南郊的地毯途中 干干净净 路两旁插满了惊奇 一大早有一仗队倒路 周元璋被文武大臣 簇拥着直奔南郊 按当时的这种 是天地同堂而祭 祭祀开始 先迎天神 接着祭天 然后宣读 祭天著文 文曰 为我中国人民之君 自宋运高中 天命真人于沙漠 入住中国为天下主 等等 著文最后说 召告上帝皇帝 定有天下之后 曰大明 简缘红武 国号大明 这里面都有什么含义呢 它与原末起 以教徒推崇的明教有关吗 从一般意义上讲 大明是向世人表示 在历经的原末一场大动乱后 新王朝的建立 是光明世界的到来 从此 天下大明 不过 它也确实和明教 有点关系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 主要的经典 有大小明王出世经 在当时中国 明教经过 五百多年公开的秘密的传播 明王出世 成为民间所熟知 所深信的预言 这传说 又和佛教的弥勒将生说 混淆了 在佛学里 阿弥陀佛被描写成 诸佛光明之王 弥陀将生 也成了明王出世 所以 在早期原末起义中 弥勒教和明教白连教 掺和在一起 才有了弥勒将生 明王出世的起义口号 这样 弥勒佛和明王 成为原末社会里 二位一体的救世主 自称明王出世的韩山童 唱到红金军旗 待死后 他的儿子韩林尔 继承小明王 朱元璋原是小明王的部将 害死小明王 继之而起 国号也称大明 这里面本身含有 暗指自己 就是明王出世的意思 他的军队里 不是郭子新的部署 就是小明王的余党 还有天丸政权和汉政权的 总之 大都是明教徒 国号大明 第一表示新政权 还是继承小明王这一系统 所有明教都是一家人 共享太平福贵 第二告诉人 明王在此 不必吃金王翔 再搞这一套花样子 另一方面 朱元璋部下除了红金军这个系统 还有儒式系统 这一国号的采用 也使儒式方面感觉满意 就儒式方面说 传统文化中 明是光亮的意思 是火 分开是日月 古里有四 大明 朝日 夕月的说法 几百年来 大明和日月 都算是朝廷的政策 无论是列作交际 或特际 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 儒式们也喜欢这个说法 而且 新朝是起于南方的 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是 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 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 南方为火为阳 神是祝荣 颜色赤 北方是水 属阴 神是玄冥 颜色黑 元朝建都北平 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 那么 以火治水 以阳消阴 以明刻暗 不是恰好吗 在此 历史上的宫殿名称 由大明宫大明殿 古神话里 著名一名词 把国姓和国号 连在一起 尤为巧合 因此 儒生这一系统也赞成用这国号 一些人是从名教教说 一些人是儒家经说 都以为合适 对境 在争取名义上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有人说 周远璋 年轻时曾做过和尚 他从经文写取大明二字为国号 就他个人来说 也是对自己出身佛门的一个最好表征 大明这个词出自大阿弥陀经中的一段话 佛言 阿弥陀佛光明明立快慎 月书无极 胜于日月之名千万亿倍 而为 诸佛光明之王 无央树天下 幽明之处 皆常大明 试想 自古以来 由和尚而取得天下的 只有他一个 如果真有佛经上说的 诸佛光明之王将士 那么这个明王 不就是他本人吗 所以 其国号大明再合适不过了 从起义到建立明王朝 弥勒教 明教和白连教的早期起义畅道 使得朱元璋有成功机会成为新兴的统治者 不管怎么说 朱元璋都应该感谢当初的这些宗教组织 但势如其反 建国当年 朱元璋就用诏书 禁止一切类似的宗教活动 称他们为邪教 并付诸于法律条文 许多原来的教众 或被杀 或被冲军 而原先的那些大明教 不但没有被推崇为国教 反而在严厉酷刑下 修饰 逆影了 罪则是 民犯国号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元朝末年 二十年的混战 宣传标榜的 弥陀将生 明王出世的种种预言 这些语言 有力的煽动了 民众造反的热情 朱元璋 得益于此 他当然明白 同时 他也明白 身为新统治者 却不能再让别人来搞这套手段 假借着宗教的名义 来危害自己的统治权 影响大明王朝的稳固 所以 在建国后 对于清除这些教会 是极其残酷的 另一方面 新王朝明的建立 极大的调动了各种势力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在明初的统一战争 新王朝的建设上 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截止到洪武元年 公元1368年3月 南方基本平定 5月21日 率领北伐的徐达上奏朱元璋说 元朝的声援已决 陛下的第一步 撤其屏蔽战略已经实现 臣等城市倒其孤城 并能顺利克服 总体上 朱元璋同意徐达了想法 但提醒他两件事 一 北方地势贫旷 立于齐战 要选好精锐齐兵 二是北方遍地荒凉 良想供应 要加以筹备 徐达复问 如果大都攻克 元主巷被逃窜 是否追击 朱元璋说 元朝期云已尽 行将自灭 不必追击 你固守边疆 防止他们骚扰就可以了 朱元璋甚至 要防止元朝骑兵 逃逸是不可能的 而眼下还不是赛外主角的实际 通过在通州基站 大军于润7月28日 占领通州 逼近大都 同天 接到通州失线消息的元大都 一片混乱 元顺帝 在端铃殿群臣会议 有人主张撤退 有人主张坚守 薄言不花 放声大哭说 这个天下 是士族忽必烈开创的 怎么能丢弃呢 我愿率 新民和诸户卫军 出城抗敌 请陛下固守京城啊 哈哈哈哈 也有许多人认为 不可出走 应该死守 以待援军 元顺帝 在大殿内 徘徊了一阵子 叹了口气说 嗨 耶稣的军队已经败亡 阔阔天末而远在太原 有什么援军可待呀 时至今日 岂可再当宋朝的 灰侵那儿地 他觉得大势已去 坐而待毙 不如逃走 当天夜里 元顺帝率领公妃 仓皇奔上都而去 红武元年 元智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 徐达攻克大东 宣告元朝灭亡 周元璋也由王而递 从最初的一个放牛娃 变成现在 九五之尊的 明太祖洪武皇帝 可谁想到 就这个不一皇帝 却最终将皇权推到了 唯一我独尊的地步